今天给大家带来三盘非常精彩的录像 但是我今天放着三盘录像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告诉大家 当你面对降维打击的时候 所谓再高超的三国沙技术 也是会被别人揍得满地找牙 毫无还手之力 那么这个游戏已经不仅仅是界限突破 真的是已经突破了宇宙 那么废话少说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第一盘 这个张让 介曹操 其实张让这个武将 我最初做视频的时候 我就是把他禁止的 那么当时他的这个能力已经非常恐怖了 就是说游戏让别人的游戏感极差 而且你用这个武将本身也没有什么 就是我自己感觉没有什么技术 那个时候我还是有点相信这个技术 但是现在我已经对这个技术这些东西 我已经不是很看重了 在我眼中我觉得被降维打击的时候 你就只有是吧 静静地看别人的表演了 好 本来你说摸两个南蛮已经很恐怖了 但是如果这一盘这个配合放出来之后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张让这个武将有没有新的看法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开个南蛮 这个包括李典这些开个南蛮可以忘戏 这极力已经很恐怖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开一个 对 我们吃桃子 而如果我们开南蛮我们是绝对跳中的 因为张让这个武将终身属性极高 我们吃一个桃子之后 曹操可以把这个南蛮再给回我们 那么大家可以数一数我们要开多少个南蛮了 而且我们其他派海盘又没有用的 也就是说即便场上有什么董卓呀 这些武将皮厚的 嘿嘿 再打一个 呜 拿过来 然后继续啊 一个九拿来 嘿嘿 反正我们一个桃 吃桃可以拿 一个九也可以拿的啊 这个自己拿过来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南蛮的 如果不够我们待会还可以开万间的啊 所以说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这个你是没有任何没有办法的 好 锁起来 然后拿过来 而且曹操自己本身也可以过牌的嘛 好 确实啊 睁开你的眼睛看看现在是谁说了算 又拿一个南蛮 对 继续开的啊 那么曹仁还要再挨一剧南蛮呢 就是说这种那个之前大家玩这个万象阵很恐怖 在张让面什么都不是的 你说的后面这几个反贼他们做错了什么呢 对吧 在这一番来说 我觉得这个这几个反贼没有做错什么 但他们就是被谈笑之间灰飞烟灭了啊 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办法的啊 你被那个这个是三体里面 我认为一个非常有那个价值的一个结论 就是降维打击 就是这已经不再是 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种战争 这已经不再是战争了 就是单方面的屠杀了 当你面对鹤枪实弹拥有那个完全现代化武器的时候 这根本不是战争了是现单方面单方面的屠杀而已啊 像上一盘就是绝对单方面的屠杀 那么除了曹锐和这个张角之后 当然没那么恐怖 但是也也已经很强了 好 那么这一番我们来看一下 忠臣 所以说游戏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不是说指责什么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游戏发展到今天的话 大家就对胜败不要那么看重 这是我可能想劝大家的 因为你看重这个胜败也没有意义了 有的时候这个败跟你就是说你被人屠杀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 好 放了啊 而且这个人还乐张角 难道不知道张角的技能吗 你还乐张角 你是找批吗 好 这个火供哈 你还说啊 好 那你不是找打啊 好 直接来的 改过去 而且张角用这个黑道二道九改 他是可以那个 过牌的 南蛮入侵 好 杀 看一下曹植的话 这个 哎 我不想留一个桃子的啊 就等着这个 你来搞我们后火供 给你亮一个红桃 那么我们继续的啊 继续对给他 给张角 然后张角自己来批 而且九啊 这个地方杀 我们闪 就让我们调皮了一下 实际上有闪的 好 那么看被迷糊的 被迷糊要怎么拿 现在反贼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劣势的时候了 必须要把曹锐打掉啊 但是如果曹锐没有打掉 你就悲剧了 好 直接两个桃子 这个时候我们给 对给自己判一下 回家写 不需要马上把那反贼打掉的 好 那么漂亮啊 这个 决斗 无懈可击 那么杀 这个 那个被迷糊 连这个啥 连那个八卦 他八卦肯定不敢判的啊 这个有张角在的嘛 万箭七八 漂亮 好 直接放啊 批 被迷糊 这个没有任何办法 而即便你有那个傀儡 也没用的 被批的话 你也是防不了你的 好 那么 直接出头 还出头子啊 那么我们给张角判啊 又肯定要死人的 这都是一写的嘛 诶 这张给张角 给张角的 我感觉了 给那个张角判的 上一下 直接那个批 曹操也是死啊 反正有那个两写的嘛 好 感觉刚才也 也可以给那个张角的 但也无所谓了 好 这个姜伟死了 姜伟必死了 因为这个勒了 这个张角的嘛 再说你死不死啊 直接批掉 当然这张角 这个被勒了 所以牌要丢的 但是也无所谓了 张角刷 只要留一个闪 留一个那个牌 就可以了 丢吧 只要你不留 那个梅花酒 给他就可以了 好 回来了 给一个杀 搞定了 闪 劈一下 凉血 曹指 你翻面也没用了 这一盘 比上一盘来说 反贼还算是挣扎了一下 反贼和这个内奸 算是挣扎 但是没用的 还是单方面屠杀 就是屠杀嘛 这几个反贼 是吧 就是说 我们看这帮路线 看得很爽 但是你 现在帮反贼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对吧 没有办法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对面拿着大刀长矛 一起 哪怕是那么几万人 冲了上来 我这边 我就不说现代化武器了 我全部都是 鹤枪 实弹的马克星 中击枪 你想这会 会怎么样的 对不对 你人再多 又有什么用的 就是屠杀 没有什么可说 好 这一盘是徐龙的 就是 这个人好像就是曹操 追击西梁军 然后被西梁军揍得满地找牙 然后最后曹操也是兵临绝境 是曹洪给了曹操马 然后就说 哥哥你快跑吧 所以说曹洪对曹操确实是有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份 算了一份恩情了 好 那么元术 好 那么徐龙的技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您对三国沙离开了很久的话 看一下这个技能 这个字读祸吧 凶祸沿袭 因为我这个字我也 我也不会啊 我是听他台词里面读出来的 好 看一下啊 那么这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游戏里面开始忙这个 那个 离魂貂常 也是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 这么一个形式 诶 这下的话 拿过来 很好啊 那么这个时候交给我们了 无中生有 嘿嘿 乖的没有无邪了啊 连弩拿来吧 过河拆桥 顺手千阳拿过来 好 这就是徐龙单方面屠杀了啊 单方面屠杀 单方面屠杀杀 这个 你说武将设计成这个样子之后 怎么打嘛 对不对 好 你看 好招 你就等死了 等死吧 但今天那个因为大家疫情还是那个比较严重 比如说大家在家里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在家里面可能多多或少也会那个心情也压抑啊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我觉得这三盘从这个游戏的感官性来说肯定非常好的 这盘来说这盘来说徐龙说只恨自己不是内了啊 这盘真的是只恨自己不是内 这盘他要内奸的话把他们打哭了 对万剑七八 你说死不死 别拿来 这盘真的是只恨自己不是内了 那个孙策估计就吓得要死了吧 如果我们是内奸的话 你孙策就等死了啊 好 没有办法 那个孙策吓得发作 哎 发现是忠臣 哈哈 可以啊 好吧 啊 好 好了